欢迎来到本期的历史解密档案 我是你们的历史顾问老白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中国之所以会和日本结束长达数年的战争 不仅仅是因为日本人知道 在中国领土上已经占不得便宜了 还因为当时美国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 这才使得日本国家直接后续无力 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从而退出了二战的舞台 然后而日本人从始至终都没有抱怨过美国 反而在二战前和二战之后还一直很亲近美国 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只需要了解一下当时日本的国情就不难明白了 由于日本国家一直需要美国的庇护 于是经常在日本民众面前宣扬 美国是一个好国家 甚至不惜服务美国人 还选取了特别多的漂亮年轻的日本姑娘 去美国经营当中做一些特殊的服务 但随着原子弹的投下 美国一下子就成了众矢之志的魔鬼 可是令日本群众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军队驻扎在日本国家 并没有在当地烧杀抢掠 反而经常跟当地百姓聊天 并赠送一些食物来表达自己的友好 这逐渐就开始让日本百姓怀疑 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无条件相信天皇的想法是否是错误的 可是对从中国的一场战争来看 天皇是不是做错了呢 美国人的到来 则是让无数的日本群众开始反思 从而逃出天皇思想的禁锢 战后的日本国家虽然一片废墟 但是美国却又不遗余力的 去帮助日本人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俗称的打一巴掌再给两颗糖吃 显然日本人是很受用的 好了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